第六届供辽龙洲锦标赛端午节连续假日第一天就在奥底渔港热闹展开了 报名参赛队伍相当踊跃 赛程包括了男子组还有女子组 观点下有线电视也第四度报名参赛 还划出不错的成绩 而男女冠军队到底是哪两个队伍呢 以下报道带您了解 端午节连续假日一年一度的供辽区龙洲锦标赛在奥底渔港热闹展开 今年的产赛队伍实力不容小觑 副市长陈森贤以及工廊区长等人也来到了比赛现场 为各产赛队伍加油打气 大概有16队的参加是历年最多的一个队伍来参加 整个盛况空前 早上来的人是大概将近快1000人左右 整个活动到晚上到我们今天已经结束了 大家都发现了很多运动家的精神 我想这是我们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个民俗活动 今年冠天下游圈店是在总监的带领下第四度组队前来成交比赛 而在连番激烈的竞赛之下 男女冠军队伍也出炉 奉出国小女子组在去年竞赛夺冠后 今年再度连庄获得冠军 我们很认真我们每天早上六点就起床 然后到我们鸡母岭的羊奶之家的山泉水游泳池 每天都练练练练练练 然后我就负责买香蕉给他们吃 我们终于拿到冠军了 我想了解这边的那个龙舟的风情是在哪里 因为我们常参加外面的比赛 外面的比赛对我们来讲是已经非常熟悉了 这时候想感受一下这边不一样的感觉 感觉非常的好 而且提升我们整个团队的士气 还有那个热络感 未来我们来年我们会继续把它办好 希望今年有得奖的我们一定要恭喜他 没有得奖的我们也祝他明年来乐冠军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加油 整场赛事都相当顺利 奥迪渔港这里也吸引大批民众前来观赛 港边拉拉队原来加油声不断 为自己所支持的队伍加油打气 公所也说来报名赛事的队伍越来越多 共同每年都会持续举办 这次的比赛输了没关系 明年可以再来挑战 建峰将共同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itas 转发 打赏itas